不是郭艾伦 不是胡明轩 CBA现役第一空位出炉 有三个冠军戒指众所周知 CBA第二阶段将会在12月25日 在吉林省的长春市拉开序幕 但在此之前 在第一阶段中 CBA现役的后卫当中 也有表现比较出色的几个 像郭艾伦 胡明轩 赵锐 徐杰 他们除了胡明轩之外 也都入选了世界杯预选赛 对阵日本队的比赛 这对于几个空位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 那么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呢 也是有球迷的给CBA现役空位 做了一个排名 那么排名前三的 也是毫无意外的就是 那么几个球员 首先排在第三位的就是 我们最熟悉的郭艾伦 我们都知道郭艾伦的球风 是非常硬朗的 他的控球能力非常出色 但对于郭艾伦来说 他的短板同样非常明显 他的组织串联 确实不如队内的赵继伟 在进攻方面 郭艾伦可以说是 国内顶级空位当中很出色的 但是对于空位的排名 我们主要考虑的就是综合的实力 在第一阶段 郭艾伦的表现也是足够出色 带领辽宁队取得了12胜1 副排名联盟第一的战绩 不过他有几场比赛并没有出战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 并不是那么的足够有说服力 作为现役球员 郭艾伦对于辽宁队的重要不言而喻 但是他和其他两位空位相比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排名第二位的当属上个赛季总决赛 MVP胡明轩 在杜峰的挖掘之下 胡明轩在近几年的成长 是有目共睹的 在上个赛季一见连 因为跟剑断裂缺席 胡明轩在那个赛季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并且在季后赛 对阵辽宁队的比赛中 他更是一晚狂澜的带领广东队 拿到了上个赛季的总冠军 根据他出色的表现 也当选了总决赛的MVP 这一个荣誉对于胡明轩来说 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 也让他在CBA空位当中的排名更加上升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本赛季胡明轩常规赛的表现 也是对内数一数二的 对比郭艾伦 胡明轩有他自身的优点 他的突破能力和三分球能力 都要比郭艾伦出色 而且胡明轩有郭艾伦没有的组织串联 广东队之所以能够在第一阶段取得 十一胜二负的战绩 确实和胡明轩出色的发挥 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在杜峰的培养之下 胡明轩未来的前途一定会非常的光明 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南篮的主力空位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广东队的后卫 赵锐 赵锐在最近几年的成长非常的巨大 尤其是在本次世界杯预选赛中 对阵日本队 打两场比赛中 赵锐长均可以得到21.5分 5.3篮板6.4助攻 并且能够投中四个三分球 这样的数据足以证明 他是国内最初的空位 并且他也在杜峰的带领下 在广东队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 当义建联彻底退出广东队之后 赵锐会是这支球队的领军人物 赵锐在2016年加入到了广东队 如今已经随队拿到了三次总冠军 并且也是全明星的MVP 这样的表现就已经超越了郭艾伦 虽然郭艾伦早就加入到了CBA 但是他在CBA的总冠军次数 却远远不如赵锐和胡明轩 这也是郭艾伦空位当中排名 不能够排在第一位的原因